在唐朝的天保年间 也就是742到755年间 在现在青浦区 白鹤乡青龙村这里 设立了青龙镇 它属于同一时期设立的 华庭县管辖 当时它成为东南通商的大义 繁华兴盛 前后持续了将近200年 关于青龙镇这个名字的来历 与三国东吴孙权 将建造的青龙战舰 放置于此地的传说有关 青龙战舰的传说 最早建于原分七年 朱长文所传的吴郡图经续记 南宋的邵西云间志 以及以后历代文献方志 都沿用了青龙战舰的说法 在南宋的云间志里面记载 青龙镇去华庭县五十里 居松江之音 海商扶奏之所 青龙港的存在 带动了华庭县城的兴盛繁华 因为对外贸易发达 到北宋的镇合三年 也就是1113年 华庭县设立的士博物 专门执掌来港外商船舶 征收商税 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管理外商事务 宋汇要及稿 实货十六里记载 当时在北宋新年十年的商税 杭州城达到了八万余关 苏州有五万余关 而现在小商品市场发达了 一五万有九千余关 华庭县城一万挂邻 而青龙镇却达到了1.5万余关 可见青龙镇的税收 已经超过了县城华庭 而宋王朝对此地的重视程度 也与日俱增 据宋汇要及稿记载 先是在建年四年 也就是1130年 原来设置在华庭的士博物 被迁到了青龙镇 而到了绍兴三年 也就是1133年 又将原来设于杭州的 两者士博寺 迁到了华庭县 可惜到了宋墨 青龙镇因为松江上游 日益淤浅 下游就慢慢变载 大船难以直接出入 原有的港口贸易 便渐渐的移到了上海镇 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十六浦一带 青龙镇就此逐渐没落 而青龙镇还曾经是青浦县的县城 明加进21年 也就是1542年 华庭上海两县分出了部分的土地 成立了青浦县 县城就占青龙镇 保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